现在是五月份了 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已经收到了美国学校的offer 在这个时候准备留学 下面一步关键的就是签证面签 我今天讲一下 最近这一年 美国的学生签证五大变化 帮助你准备你的签证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武汉签证处 在今年的4月12号开始接收学生签证 那么这样在中国就有北京上海 沈阳广州武汉这五个地方 可以进行学生签证 我们在选择签证地点的时候 不一定是就近 比如你在湖南不一定选择广州 你也可以选择武汉 甚至可以选择沈阳 这要根据签证的名额和你的情况 好那说到预约也有一个变化 就是现在的学生签证 是可以在开学之前的365天 就是一年之内可以预约签证 不像以前的只是开学之前三个月 可以签证 但是你甭管是什么时候拿到签证 你只能在开学之前的30天之内 落地美国 这个还没有变 第三个变化 就是签证的时候 不需要提交220的原件 你可以用它的电子件打印下来 或者复印件都可以 移民局是允许220的电子递发 以前都是原件递发 但是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你这个220打印出来 或者复印件 上面一定是要有签字的 220如果没有你的签字 这个是无效的 你别说我忘了签字了 我到签证处那个窗口那 我当场去签 不要这样 第四个变化 就是美国的使馆的签证预约的网站 有重大的改版 现在这个网站比以前更加的友好了 而且它对预约系统又有了全面的更新 在里面分了说你是在本国的情况 或者在外国的情况去预约签证 那么最好咱们中国学生还是在中国签证 因为你要在海外签证 比如你到新加坡去签证 可能你的这个级别会很低 名额会受诉 好 第五个变化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变化 但可能对一些同学不适用 就是签证处 它把拒签和行政审核的内容更新 变成了一致的 以前如果你是被行政审核 那么你在官网上看到状态 可能是拒签也可能行政审核 所以大家就非常的担心 那么今年你如果是拒签 那就是拒签 如果是行政审核 那就是行政审核 那么对于一些敏感专业 或者尤其是博士的学生 可能要经过行政审核 那美国签证处的官方的回应 是行政审核的非常少 而且他们的通过率还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可能会被行政审核 那么第一个你要好好准备材料 第二个就是你要留出一定的时间 你别说我到了开学前两周再去签证 那么你要是遇到行政审核 要四周的时间 可能你在开学就来不及了 好那上面这五个变化 是对我们今年的学生去签证的是非常有用的 甭管你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 那我最后要提醒一点 甭管你是怎么样的情况 你签证这件事都要非常的重视 签证它是一个非常压力大的这样的一个面试的一个过程 因为签证官他要在很短的时间里 要对你有一个判断 然后要给你签或者给你不签 所以签证我认为你要好好的准备 要准备材料要准备好你的面试 如果你需要专业的签证帮助签证辅导 我们扣人的签证服务团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因为我们以前帮助了非常多 像学业上曾经有瑕疵的这些同学顺利获得了签证 我们可以为你提供定制的一对一的服务 而且我也提醒一下 你当然签证拒签之后找我们是肯定可以的 但是想越来越多的同学他们在签证之前就找我们 对吧你经过好好的准备 经过专业的这样准备 你一次过了 我觉得这样的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情况 对吧 好的 那么关于签证的情况 我们都讲到这 希望大家签证顺利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 也能帮助到你的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 甚至人生轨迹 我们下次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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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